嗨,各位小財神 今天大家過得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其實還蠻沉重的 就是玉山ONI卡 被我稱之為這個金融圈的摺翼天使 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所以其實今天要來聊聊就是這張信用卡 那在這之前的話也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在禮拜五 就是今天呢,眾口味頻道會上一支 就是寶可夢去丹妮表姐他們的眾口味頻道 有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說2020年下半年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呢,記得要去他們的頻道看一下喔 這支影片也是蠻有趣的,能夠讓大家 得知下半年有哪些卡片基本上是要暫停使用的 包括這張卡片也是有在討論之列喔 那來到我們的主題的話就是 為什麼這張卡片我稱之為摺翼天使呢? 而不是說直接就是從生卡跌落了 其實沒有到那麼慘,但是呢 我覺得大概也被廢了一半隻手了吧 所以他其實真的非常可惜 因為說真的,這張卡片其實一開始 他能夠從去年九月起來取得一個巨大的 這個所謂的討論熱度 有一半以上的因素是因為我在那邊就是狂推的關係 所以這也算是我自己本身的小孩一樣你知道 他在台灣或者是在我的這個影響力的範圍之下 這麼多人去申請這張卡片 但是現在不到一年的時間 他的回饋率已經抖降已經變差了 那這件事情的話也是 是不是偉業應該要有一點義務 要來跟大家說明說他現在的狀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撐了很久,我撐了一兩個禮拜我覺得 嗯,差不多了,應該要來就是做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紹說 他現在的真實的回饋率是怎樣 就是還是要負起自己的責任 所以呢,今天的主題就是我們來探討玉山歐妮卡 她是我認定的金融圈的哲益天使 到底她的回饋率變得怎樣 一支影片來跟你說分明,好不好 哲益天使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詞最主要是用在文學上面 他是比喻原本非常的善良,非常利益良善的一個人 好,這個或者說把他只比喻為利益良善的商品 那麼因為後天或者是環境的因素 他卻墮落而所殘缺了,好不好 那玉山歐妮卡其實很明顯就是這個情形 因為該銀行就是沒有打算要長期經營這一塊 所以他其實一開始沒有想清楚推出了這麼好的回饋 但是後來卻用某些回饋率比率降低的方式 然後把這個回饋變得比較差了 沒有像當初推出那麼好 那當然背後最明顯的原因就是因為商業利益考量 那這個沒辦法,因為人家本來就是商業銀行 只是說對於消費者而言的話 他會覺得說感覺起來好像被騙了 就是被騙上車之後然後沒多久 他權益就改查了 所以這也是很明顯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台灣的產品,金融產品 通常都沒辦法走的很長久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資本不夠厚 沒有那個心力想要就是長期的去經營這一塊 所以這張卡片我覺得過沒多久大概也就廢掉了吧 所以他現在是哲義天使 但他最後的話可能就變成白斬雞了,你知道 就是那個羽毛什麼都被去光光,然後什麼都沒了 我覺得玉山銀行倒是有可能用這一招 所以你們自己就是看著辦吧 那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主題呢 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扁道天王立老到底折損了多少的里程 這個累計比例變多差 第二個亞萬華航跟長榮的里程比例 對換比例更新之後他到底等級多少以上的人才會高整 無憂才會就是比較划算 這部分也是一併更新表給大家看 然後最後要跟大家探討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神卡的特性都是too good to be true 太好的 以至於無法相信他是真實 然後他就是假的 就像是夢一場 唱完這首歌 他的優惠就結束了 甚至你這首歌才唱一半而已 一年都沒過去 他就跟你腰斬了 這就是我們台灣銀行界的生態 這個是沒辦法的事情 好來,進入我們的主題 第一個,扁道天荒地老到底折損了多少的里程 來看一下這表格就知道了 比如說他之前的比例 以中華航空為例是5000點兌換1250里 那他現在變成多少 5000點變900里 明顯的就少了近三成 他兌換比例變差了 那第二個的話是長榮 5000里兌換1500 那他現在改成5000里兌換1000 所以也是少了33% 原本可以多500 現在連500都不給你了 這也是蠻嚴重的 那第三是亞洲萬里兌換 是大家最常使用的兌換計畫 原本是5000兌換2000 這個是非常非常棒的兌換比例 那他現在變差了 就是9000到2300 大概就是夭折 快40% -36% 所以之前有發影片跟大家講說 你一定要趕快急早做準備 所以你在6月30號以前 兌換的都是屬於舊治的比例 所以你的兌換比例其實是比較好的 那7月1號開始就是新制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會變得比較差 那要提醒大家的是 這次的新制是7月1號到9月30號 所以10月1號還會佔一波 所以你應該理解我要講的意思了吧 他的折翼天使的意思是 時間一季過後會變更差 然後再一季過之後越變越差 所以他其實兌換比例是越來越不好的 那我們都知道 玉山歐尼卡搶的地方就是拿來兌換這個所謂的里程 他是CP值最高的一個選擇 但如果你自己把他拿來持續的累積紅利 甚至拿來兌換商品 或者是所謂的刷卡金的部分 他其實沒有變差 但是他就是把他最大最大的賣點跟 怎麼講 我個人覺得最棒的一個優點 他就直接把他閹割掉了 所以這張不再是神卡了 他是被閹割過的神卡 然後你可能每三個月就要來檢視一次 所以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用一張信用卡你要用這麼累嗎 一天到晚都要去注意說 銀行到底有沒有改規則 這就不符合誠信原則嘛 因為銀行把我們當賊 那你還要去用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消費者在使用信用卡上面 會有一種比較不舒服的感覺 因為他就是很短短的時間 就要再改再改再改 所以他沒有走到年底 他就是走半年 對不起 他就是走三個月 三個月之後 你就還要再來檢視一次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在三個里程兌換比例裡面 他到底原本是多少一里 最後變多少一里 來這邊看一下 那以這個華航來看的話呢 我個人非常建議大家一定要累積到等級5 那我們都知道等級3是16.8萬 等級4是38.8萬 應該是368吧 388 對 然後等級5的部分的話呢 是要68.8萬 也就是說你要刷快70萬 你才能夠拿到這麼甜美的兌換比例 那如果你自己不看下面的里程兌換的比例的話 其實上面的現金回饋率也是蠻誘人的 因為你看他如果是等級5的話就是3.2 國內3.2 海外的話是5.2 所以這個數字其實應該也是我們國內的現金回饋的卡片 也沒有辦法給到這麼高 比如說永鋒大戶就是國內2%海外3%的現金入到你的戶頭 那遇上歐尼卡給的反而都是在多了1%到2%的回饋在上面 或者是聯邦賴典卡是國內多少 2加2是4%嘛 再上限1萬5 那海外是多少 2加3是5% 所以其實跟這樣卡片已經相去無幾了 所以結論就是你應該要辦聯邦賴典卡嗎 然後搭配LINE賠滿你 也沒有啦 就是說大家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比如說你的主力仍然還是以兌換航空公司的里程計畫為主 那我建議就是玉山歐尼卡或者是即將要發行的中信華航聯名卡 是一個你可以考慮的這個選擇之一 那中信華航聯名卡目前還沒有任何消息 他會預計在8月份的時候上市 那寶可夢也很榮幸就是受到代理商的邀請 可能會去參加他的這個所謂的上市記者會 那有相關的情形的話還是請關注我的頻道 不管是粉絲頁或者是我的IG都會有最新的消息 那影片的部分的話可能就要等到我拿到卡片 我會辦這張卡片再來跟大家分享 也會做一個比較就是玉山歐尼卡跟中信華航聯名卡到底有什麼差異 甚至匯豐旅人卡也會拿進來一起比較之類的 因為這都是我們下半年里程一組非常需要知道的資訊 那再來看我們華航卡的累積比例 這樣等級3的部分是27元一里 國內海外是13元一里 我覺得13元一里算是有競爭力 所以如果你是里程新手你也想要累積華航的里程 那麼這張卡片如果你是新戶辦下來等級3 倒是可以試一試 但是你一定要在網上努力衝到等級5 也就是說刷至少70萬在裡面之後 你的回饋率才會翻一倍 比如說國內來到15元一里 這邊15.63算16元一里好了 15元一里的話我覺得很不錯 16元一里是可以的 那海外的部分10元以內 9.6元一里大概接近10元一里 這就是基本上應該是 像里程聯名卡能夠提出來很優很優很優的優惠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大家可以參考 那等級4的部分就是在借在中間 比如說國內是20元一里就很normal 那海外的話就是11元一里 其實也是很有競爭力啦 所以就免年費的里程卡來講的話 像這種卡片其實都是回饋率很好 但是它沒有任何額外的航空公司附加的權益 或者是一些里程加碼的部分 因為通常有時候新卡上市它會再給你 就是比如說里程翻倍 或是里程一次給你一大包 比如說五千里一萬里 那這些東西其實遇上ONICA是不能給你的 所以單就刷卡累積的里程數的話 你可以有這樣子的兌換比例 但問題是它就沒有額外的加把 所以這個是航空公司的聯名卡跟一般的累積卡的差異這樣子 那看完滑航之後我們再來往下看 就是長榮 長榮的兌換比例的話 其實你要拿來做比較 應該是要跟這個 他們國泰士華跟長榮航空推出來的聯名卡 那我們都知道它現在有一些里程活動 所以最優好像是10元一比的部分在國內 但它是有一個大活動就是包下來 就是五六月的部分的活動 那七月份的話還要再看 所以我覺得航空公司聯名卡有一個優勢 就是說它會時不時的推出一些促刷方案 甚至會讓你幾乎是一整年都有 比如說15元一里或甚至是10元一里的優惠 但可能它的刷卡額度上限就是要刷五六萬這樣子 但如果你自己主力是在里程卡的話 也許這些刷卡消費對你來說根本就 piece of cake 就沒有很困難這樣子 那一樣的長榮的部分的話 它的等級變差之後呢 對話比例變差之後呢 等級3已經變到30元一里跟 國內30元一里然後海外是43元一里 然後這個數字其實就是 感覺上沒有那麼的吸引人了 因為30元一里真的很普通 但是如果你刷到等級4的部分的話 它就開始有競爭力了 23元一里跟12元一里 所以只要是接近大概接近海外只要10元一里 它都是很優渥的選擇 像舉例來講 ANA的話它就是 極致卡是國內20元一里 海外是10元一里 所以這個比等級來看的話 其實等級4的預算歐利卡來兌換長榮 已經相當有競爭力了 那最後的話就是等級5 等級5需要刷到68.8萬 但是你可以取得的對換比例是 國內是17.36元一里 真的是 也算是低於20元了 所以這個數字是越來越競爭力 那等級5的部分的話就是10.68元一里 大概是11元一里 那這個部分已經是接近於這個所謂的長榮航空 極致無限卡的這個最高等級的卡片 的這個兌換比例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繳2萬塊年費的話 那這張卡片你已經刷到等級5 還可以繼續留著使用 但是如果是低於等級4的 我覺得就沒有那麼划算了 你甚至辦一張這個所謂的我們的旅人卡 HSBC的旅人卡 它其實它的部分海內外的累積比例就是20元一里 其實它在國內的部分 都是比玉山銀行的這個卡片還要好 所以在不講繳年費的情形之下 你還是有很多的選擇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亞洲萬里通 亞洲萬里通也是我們目前主力累積的里程計畫 那之前也是逃難波有一波里程 都轉過去了 現在的話呢 你來看一下它改 改差之後貶值之後到底 差到多少 其實好像也還好 這個亞洲萬里通等級3的部分 是21.68元一里 很接近這個旅人清旅卡 那海外的話10.79還是非常有競爭力 所以你如果是新戶申請 然後不想繳年費要累積亞洲萬里通 那麼等級3可以 但如果你是救護的話 要從等級1開始 就比較不划算了 因為你得刷到16.8萬 才能夠升到等級3 所以 遇上歐利卡 我覺得它的改制 這樣子一改之後呢 我覺得你等級3以下幾乎都廢掉了 就是你的翅膀都被折掉了 沒有想像中那麼划算了 等級4的部分呢 亞萬的國內是16元一里 那海外的話是8元一里 相當具有競爭力 所以等級4你如果有刷到38.8萬你可以留著 那甚至是等級5的部分就更好囉 它就是12元一里 國內 海外的話是7.5元一里 沒有到之前那麼厲害就是4.8元一里 那麼厲害 但是呢 它其實廢掉的一隻手好像也是能夠屌打其他的聯名卡的部分 因為 單就里程累積的這個數字來比較 遇上歐利卡它目前還是很有競爭力的 但是就是那個BUT 你要特別去注意 它這個兌換的表格只走到9月30號 所以它會不會在10月1號之後又再改差一次 這就很難講囉 因為畢竟決定錢在銀行身上 所以現在的話呢 我這張卡片其實我也沒有特別的把它拿來當主力卡 我的主力卡就回到我的旅人卡 跟我的這個ANA卡 那非常有趣的是 但是現在這三張里程卡全部都有MGM活動耶 比如說預算歐利卡就是 就一戶多3000點紅利點數 那旅人卡的話就是 依不同的等級最高可以拿到5000里 那ANA的話是2500里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多銀行他們也都很精明 他們都在計算說 到底怎樣才能夠讓自己的這個 這個 卡片的這個半卡量往上提升 包括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根本不能出國 到底誰還要繳年費 所以他們各家銀行都會持續的推出MGM 就是希望能夠靠這個口碑行銷的這個影響力 然後讓他們的卡片更好推出去 因為現在的確大家是比較不愛辦卡啦 除非就是有搭配振興券 然後回饋很好 人家才會考慮 不然的話其實誰鳥膩啊 對不對 這個錢都存都不夠了 然後還要在那邊亂辦卡怎麼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下半年 遇到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不愛辦卡 所以各家銀行他們也在出奇招 有些人做加碼有些人做減碼 玉山翁尼卡 它在底層兌換比例上面是變差了 所以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也是跟大家講 那最後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台灣神卡的特性 Always too good to be true 永遠都是好到讓你覺得像是夢一場 不太可能是真實的 那去年9月玉山翁尼卡推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是在那邊 哇好厲害 一直推一直推 覺得說一定要趕快來用 所以你如果有第一波跟上車的人 其實你應該也累積了幾十萬到幾百萬在上面 那麼你在6月34號以前出清 那你就有賺到了 但是7月1號之後它就變差了 所以使用里程信用卡或者是說 像點數信用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風險極高 因為銀行隨時有可能改標 它的活動時間如果只有半年 你就是每半年要去處理一次這些點數 其實是很令人覺得傷省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的里程累積變得比較差 然後我就會比較沒那麼推了 但是如果你要上車的話 我們一樣有活動讓你參與 這就是我們開百幫設立MGEN活動的原因 就是希望讓大家能夠在辦卡的時候 能夠再多拿到一點回饋 那我們也可以拿到一點就是支持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再見了我的審卡們 這個其實台灣的信用卡市場 有很多很多的審卡 就是推陳出新 那只是說很多的卡片 都會因為銀行的預算 跟他們自己的年度規劃的關係 可能不到一年就走下神坦了 那來這邊清點幾張卡片 也是令人覺得非常的惋惜 第一張是這個我們 台新的深恒差無限卡 當初是講說 只要年刷60萬 馬上就發一張給你 然後權益優惠多好多好 這個國內海外刷卡累積比例都不錯喔 對 但是呢 不到一個月 直接就把這個大門關起來 因為神辦的人太踴躍了 因為他有送你多少 六趟的環宇珠龍通關 環宇珠龍通關的話 一趟要9800 就9000多 所以他一次就送6萬出去喔 他才要付這個錢給這個 這個環宇嘛 所以他們弄了這一招之後 其實說真的 半卡量已經激增了 所以已經多到他們 甚至那邊沒有辦法去消化這些 所謂的出國的數量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 就是在網路上引起蠻大的討論 大概三年前吧 這個問題很大 我也是第一波有辦到的 但是事實上我那六趟也都沒有用完 我大概只有用四趟吧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 銀行的縮水 歷歷在目 這件事情 大家不要把它當作沒有發生好嗎 很多銀行都是會這樣子的 就是所謂的白海豚嘛 該轉彎的時候就轉彎 很聰明 那第二張的話是中興來配卡 中興來配卡 在三年前推出也是很神喔 就是那個無腦三趴 包括就全產業有一趴 這個真的很厲害 但現在還沒有其他的銀行能夠超越 可能聯邦賴點卡的額外加碼 這兩趴 有一點點太是想要就是 吃回來以前那個市場 就好像要往前衝喔 但是它的上限也是有設上限 就是一萬五嘛 一萬五然後每個月多拿三百 是這個樣子 那三年前還有一張卡片很紅 就是COCO卡 COCO卡甚至那個時候拿來超商繳費 繳稅都有回饋 所以等於是每個月有讓你 這個五千塊的額度 應該是六千塊的額度爽爽刷 包括拿來繳一些什麼水電費 雜資學雜費 只要能夠在全價刷的過程 用這張卡片刷都有回饋 但後來在這個七月中的時候 就直接把它卡掉了 就是說 不讓消費者就是持續的繳費有拿回饋 那甚至在隔年也就是2018年之後 它甚至直接把這個權益把它改成說 它有個基本的消費要五千塊 那它就不再那麼無腦刷了 我就不推了 那今年最慘的就是我們的 預算iCash聯名卡 哈 它就直接就是變成什麼屁回饋都沒了 我的天啊 那誰還有誰要用這張卡片啊 對啊 當初推出來的時候是iCash聯名卡 就是還有網購5% 但最後全部都取消了 就是因為那個Uber卡出來嘛 但是Uber卡出來之後 它現在回饋也變差了 我們改天再來聊聊這一集 那玉山世界卡的部分的話呢 它以前被稱之為這所謂的龍蝦卡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吃龍蝦放體吃到飽 甚至當初它要收掉之前 還有這個網友呢 在PTT上面講說 我們大家就是來個網劇好了 大家每個人都去那邊拿玉山世界卡 然後來吃一下 然後大家聊天 對 就是喊一喊而已啦 沒有人到現場去就蠻可惜的 所以基本上的話 嗯 這些神卡都是曾經在 台灣的金融市場上面 叱炸風雲 但是最後都跌落神壇的 就是 Who cares 現在根本就沒有人在乎這些卡片 一點都不重要 那是否遇上ONICA 最後也會步上這個後塵呢 我們 就 眼睛插亮 到時候跟著看就知道了 那經過了這一集的介紹之後 其實 我覺得大家應該心裡面就是跟我一樣 其實也是蠻難過的 就是 你曾經當初那麼的推崇了一張那麼好的卡片 但是 他不到一年 他就把它改叉了 好 台灣的銀行界基本上就是 一個這樣子的常態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要習慣這件事情 不是 我們一天到晚叫你改 半卡剪卡半卡剪卡 而是 台灣的銀行業永遠都沒有那個長遠的規劃 跟預算 所以都是 呃 用這種方式就是 欸不到一年然後就把它改掉 好 所以這個 真的沒辦法 那寶可夢進去的話呢 要跟大家講一句話 希望大家就是 緊急在心 這個對於你在使用信用卡上非常的重要 這句話就是 有花堪者只需者 莫泰無花空者之 你現在要來上策的話 都沒有像去年那麼好的 所以 也請你要follow up 我們所有的平台最新的信用卡資訊消息 不要只看YouTube的影片 YouTube影片會比較慢一點點 來追蹤我的粉絲頁吧 來看我的IG吧 最新的消息都會在上面 甚至我們卡板幫的Telegram 上面都有非常完整的活動資訊 如果你怕這個Facebook的演算法會漏訊的話 其實你要追蹤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Telegram裡面呢 永遠都有最新的消息 而且不會漏掉訊息喔 你還可以往前滑去查之前的消息這樣子 所以要追蹤最新最新的信用卡資訊 的確就是全台灣我們卡板幫做的最好啦 那我們有能力的話 也會幫大家要更多的特案 來給大家做加碼 這就是我們能力所及 能為大家做的一件事情 去年早就該辦了 現在在辦的話 其實早就輸人家很多了 輸人家不知反己了 所以跟著寶可夢念一次 有花堪則值虛則 莫待無花空則之 這就是我們今天學到的警示金句 請大家就是要謹記在心 永遠都要把最新最好的消息放在最前面 不然你就是會吃虧了 同樣100萬你刷在這個 現金回饋卡跟刷在遇上恩利卡 當然還是有顯著的差異啦 因為你這個掏喜出來的里程 其實就算拿來轉賣也是很划算 只是說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可能賣價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個人覺得里程自用CP值最高 提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非常歡迎你趕快來訂閱一下 小鈴鐺開起來每天早上10點最新消息送你家好不好 也非常歡迎你公開的按讚留言分享 把這個重要的資訊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趕快來知道 遇上恩利卡到底改的多差 到底被折了多少億好不好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是寶可夢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